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效果 我在白名单里面新增了两个电子邮件 也就是说只有这两个电子邮件 它送出来的回应我会收它 如果是其他账号的话 我就不会收它 那我点到真正要收集的回复这边 我开始填问卷 第一个我填一个不是它的账号来 好那接下来我把下面的资料打完 我打完了班级跟三个人的名字 好了之后按一下提交 好提交之后你看 我真正要收集资料不会出现它 但是这次我的电子邮件地址 输入刚刚白名单所呈现的地址 再来勒 我一样把下面的资讯打完 我打完之后 按下提交 你看它的资料就会出现在这里 那利用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只让我真正要收集的回复 把这些使用者收集下来 那进一步的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个功能 来做类似账号登录管理的工作 那之后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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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